一头驴两只羊 一头牦牛十只羊 一匹马二十只羊 一个新娘一百只羊 如果你家羊不够的话 有一个成年的姐妹 也能换回来一个新娘 我很开心 父亲打算用妹妹 给我换一个新娘 二十岁的尼玛图拉 是坐在世界屋脊上 说出这道话的 为了遇见她 设置组从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出发 先用一周的时间 在崎岖不平的轨道上行驶 然后骑车 或者步行 或者骑马 穿越二百五十公里长的 狭窄山间走廊 在经过十天 无比漫长而艰难的旅程后 才终于到达阿富汗的吉尔吉斯人的营地 它被夹在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中间 海拔四千三百米 这里没有车 没有电 没有耕种 甚至连一棵树都没有 牧民们靠乙物义物来解决生活所需 绵羊 是代表一切财富的货币 人们称 他们是被囚禁在世界屋脊上的游牧民族 如今整个营地 只剩下大约一千两百人 过去 吉尔吉斯人能够在帕米尔高原上自由地迁徙 后来为躲避战乱 一小只吉尔吉斯的游牧民 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交界处的高地上 开启了流亡生涯 随着中亚各国的发展 边界陆续关闭 他们被彻底困在了这里 边界的另一边就是文明 商店 医院 学校 但他们没有权利越过 流亡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 部族首领罗山 一直在为他的族人寻找出路 但在找到之前 一切只有顺其自然地等待 尼玛图拉已经二十岁了 眼下 他的未来是尽快娶一个妻子 可他现在根本负担不起 原本作为前酋长的长孙 他是可以有一门好亲事的 但因为爷爷突然离世 父亲瓦利和叔叔罗山 因为酋长之位起了争执 叔叔罗山承诺族人可以找到出路 因此获得族人的支持 成为了氏族的新首领 兄弟间产生的嫌隙 也影响了尼玛图拉的婚姻 痛失酋长之位的瓦利 想出了一个联姻策略 他准备快速与林族部落的酋长结亲 用自己年满18岁的女儿 交换对方的女儿 这样两个家庭的儿子 就都有了妻子 这是一场很划算的林族联姻 不是每个男人 都能得到这样好的机会 今天 氏族里的长者们聚在一起 准备商议瓦利女儿 穆伦布的婚礼事宜 明年春天 他将会嫁给林族酋长 哈比布拉的儿子萨塔 得知将要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 穆伦布显得有些哀伤 但在吉尔吉斯人的传统里 妇女必须遵守族人的宗法 负责结婚和传宗接代 让部落生存繁衍下去 帕米尔山脉的冬天 从十一月开始 气温降至零度以下 天地都被冰雪覆盖着 对男人和女人来说 这个季节很少能有闲下来的时刻 每年冬天 女人们都会担心牲畜 因为饲料的缺乏而大量死亡 而男人们要负责在高原中寻找草料 此刻穆伦布正在母亲的指示下 准备自己的嫁妆 除了饰品 婚席 及一些居家用品 还要为未婚夫准备马鞍垫和围巾等礼物 吉尔吉斯斯坦的女子 婚前头上包的是红头巾 婚后会变成白色 当她戴上白头巾就意味着 她将离开自己的家庭 为丈夫的家庭服务 一月份 帕米尔高原的气温 大约在零下四十度 风雪交加 天气状况恶劣 每到这个时候 组里会选出最有勇气和智慧的男人 带领着挂满商品的牦牛队 前往山谷外 兑换大米 油和面粉等食物 帮助部落熬过 即将淡尽凉绝的冬天 这是一项危险的事业 也曾有人有去无回 但这是所有 吉尔吉斯男人的重要历程 年轻人如果想获得不足的肯定 远征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在瓦利的选说下 尼玛图拉欣然接受了这个考验 一大早 他便和族人们整装上路 他们将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 完成一场跨度 约150公里的商队远征 未来一个星期 他们会冒着寒冷和危险 沿着营地前的河流 一路向前 第一段山谷 大约需要走两天 第二段是出谷后到萨拉德 往返需要近12至14天 雪坡上很容易打滑 人养马翻是家常便翻 走冰河时 很容易踩到冰裂 雪下的太后事 会有雪崩的风险 风餐露宿 山洞里过夜 上山下坡 洒着沙子 过冰河 就这样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他们 终于安然出山 这是吉尔吉斯族人 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出路 他们就像丝绸之路的使者 带着商队 在长长的冰雪廊道上 走了七天 到达城里后 他们兑换了二十袋面粉 两袋大米和一袋茶 这些食物将帮助部落 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 几年后 尼玛图拉也要历练成 自己士族商队出征的引导者 成为父亲心中 最荣耀的星星 无休止的冬天过去 春天 采着浅浅草色归来 吉尔吉斯部落里的牧民与动物们 也开始了新的重生 现在 他们准备迁徙到新的营地 老牧羊人负责监督 孩子们打包装运 他们即将成家 现在要赶紧学会 如何独立处理这些事 三个小时后 每个家庭都在新营地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未来六个月 人们将在这里安营扎寨 这个蒙古包 是专门为婚礼而建的 几周后 穆伦布和尼玛图拉的婚礼 也将轮流在这里举行 忙完营地搭建后 人们还会发酵牛奶 晾干 制成奶酪 最后靠着奶酪和牲畜换钱 因为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管制 塔吉克人 常常会在冬天 偷盗吉尔吉斯游牧族的 牦牛 马 羊 和骆驼 这无疑 为他们本就贫瘠的生活 雪上加霜 如果这个状况持续下去 罗山将考虑带领族人 搬往土耳其定居 今天 柏伊尔将作为信使 前往土耳其 寻找远亲 来转达罗山的请愿 他需要先骑几天马到机场 然后乘飞机 前往土耳其 希望这段雄心勃勃的旅程 能为族人带回好消息 木伦布婚姻的前一天 家族里的女性们 难得聚在一起 向她传授了很多 婚后生活的秘迹 尼玛图拉婚礼的日期 还未确定 但她十分珍惜 最后的单身时光 父亲瓦利 需要牺牲一只羊 作为祭品 来决定 她的婚礼日期 此刻 美丽的新娘 正在忐忑等待着 第二天的到来 她很想知道 自己的丈夫 长什么模样 清晨 新郎的马蹄声 踏破草原 她的接亲队伍 一路狂奔了四个小时 终于抵达了新娘家 人们将面粉 洒向新郎一行人 用草原上最珍贵的仪式 为新人祝福 瓦利家的营地上 亲友们络意登门 大人 小孩 盛装以待 罗山兄弟 也为了这场婚礼 暂时休战 女儿的婚礼 绝对不容有失 瓦利担当起大厨的角色 严密监督着 宴席的每一个环节 热腾腾的羊肉 端上席面 另一边 新娘从黎明时分 就开始梳洗打扮 这个年轻的女孩 刚刚进入花季 就要与家人分离 进入陌生的家庭 这对她来说 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难忘的时刻 终于来临 华福加深的木轮步 走出帐篷 终于 见到了新郎 两人在天地 与亲友的见证中 定下白头之约 河对岸的草原上 两个氏族的男子们 正在进行一场 扣人心弦的 叼扬比赛 这是一种 源自祖先的传统比赛 也是重要的场合中 必须要有的一种仪式 人们骑在马背上 争夺着一只 割去头的羊 率先抓到羊 并奔向终点的队获胜 并能获得一份奖励 不过今天 只是一场友谊赛 所有的拼搏 都是为了向新人祝福 回到婚礼营地 尼玛图拉和她的未婚妻 在众目睽睽下 进行了换礼服 披面纱的仪式 接着 他们在帐篷中 举行了毛拉胜利 祈祷仪式后 通过分享赞美的面包 来确定了这场婚姻的交换 源自族人的祝福 和信任彼此的同意 所有里程后 他们将会单独在 新婚帐篷里待三天 以加深彼此的了解 几天后 尼玛图拉也将正式完婚 而瓦利也即将解锁 新的人生身份 成为另一个林族首领的亲家 罗珊 也通过卫星 联系了土耳其的表亲 得到了关于迁徙的好消息 希望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为世俗延续 更好的生活 学校 医院 商店 一切美好的事物 都将不再是 遥遥无期 这里是记录 真实记录世界每一个角落 感谢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